你一定會遇到同樣的狀況 就是說呢 你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會發現 因為我要把它存成ESAL的這個動作 那因為呢 Pandas它會引用到另外一個套件 那個套件名稱呢 叫做這個什麼呢 OpenPYXL這個名稱 有沒有 No Module 沒有一個模組名稱叫 因為它在我們的根屋底下的 它的Library韓式庫裡面找不到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 因為沒裝 所以以後呢 如果假設 你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那你腦袋裡面就要馬上浮現 一個安裝的動作 然後那個指令呢 也蠻簡單的 首先的話呢 它的指令 就是 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各位部長還記不記得喔 前面還有跟各位講過 在安裝什麼 在安裝那個 這個這個 我們在0604最上面好了 最上面其實也會有啦 這個 如果安裝那個什麼呢 這個BeautifulShip4有沒有 其實就這一串 叫做 Python Python1-m 然後Pip-install 後面呢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BeautifulShip4 改成那個Module名稱就好了 那打在哪裡呢 你還記得吧 你就把那個 我們的那個 C疊底下的 Python的384 點開來 直接在上面點一下 輸入CMD 這樣就OK了 特別注意喔 C疊底下喔 一定要找到這個目錄喔 打上CMD意思就是說 它會呼叫什麼 它會呼叫我們的DOS模式 就跳出來 那其實為什麼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你一定要在C疊底下的 這個地方喔 點一下打CMD 因為其實很簡單啦 它其實 道理就是說呢 它會直接怎麼 打CMD喔 它會直接把這個目錄預設的路徑喔 就帶到這裡來了 那接下來你只要怎麼 把剛剛的那一串 就是 要不然你用複製也可以 就是呢 直接喔 複製這一段 Python 1-M 有沒有 然後Install呢 這一串 Ctrl-C 把它直接貼到你的這個地方 貼上的話 你可以按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 按右鍵這邊有編輯 記得按上面這裡喔 按右鍵編輯 你不能 好像不能用Ctrl-V 它這邊不接受Ctrl-V 那你把它貼上 後面的話呢 就加上空一格 然後打上什麼 Open 就剛剛那個名稱 你只要不要打錯 Py 然後好像什麼 Excel Enter Enter之後 因為我剛剛已經做了喔 它就會開始跑這個 所以這個是我剛剛已經做的 它就會呢 什麼 Collective 有沒有 它就會到這個Python的官網上面 找找看有沒有這個模組 理論下一定會有啦 如果 找到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單落下來 然後呢 並且怎麼樣 幫你安裝到我們 Python 的路徑底下的函視庫裡面啦 就OK了 你會發現它底下應該會出現什麼 Successful 有沒有 成功安裝了 但是它會提示你說這樣你 upgrade有沒有 upgrade你的PIP的版本 不過不用不安裝 不升級也沒關係啦 反正呢 現在舊版新版都可以安裝 如果你要upgrade 你就照它的方式把它upgrade 不過我是覺得不需要啦 OK 好 這樣裝好之後的話 剛剛發現的錯誤呢 其實就解決啦 有沒有 其特別注意喔 以後呢 如果你看到類似的問題 都一樣 就是記得啦 那一串方法 記得喔 把什麼 把這邊喔 C點底下的Python 384點一下 打cmd 然後呢 就輸入什麼 剛剛那一串 貼上這個 其實會改的地方就是 在那個 install後面的 這個後面的這個 模組名稱 以後反正你以後看到什麼 no module name 的什麼東西 你甚至可以把那個名稱貼過來 它就會自動把它安裝上去了 OK 好 那裝好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run one看 理論上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剛剛好像會出錯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 我就執行一下 欸 它就沒有錯誤發生了 而且因為我這邊有printer printer什麼 printer df 所以你會發現呢 df輸出的結果 就是長這樣 所以data frame呢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東西 但實際上它你可以把它拆成三個部分 中間的部分呢 是data 左邊index 上面是color 所以喔 以後 假如你要把它變成 輸出成esale的話 第一步 一定要先把它變成data frame 甚至呢 在那個pandals裡面 如果你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一定也要先把它變成data frame 反正呢 如果你要用pandals 不管怎麼樣 第一關就是 變成data frame 如果你可以變data frame 後面就簡單了 但是喔 如果你沒有變成data frame 那都是多餘的 因為根本沒辦法用 OK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又多一個動作 toesale toesale看一下 它有沒有真的幫我存esale 在哪裡呢 cd底下的根目錄 出現了這個檔 這個檔 OK esale 再把它點開來 打開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 像這樣的data frame 它就toesale了 其實我覺得 那我自己剛開始 不太習慣的地方 就是 它的A1永遠是空的 那這一點我是覺得 不太能夠明白 為什麼A1 補一下就好了 不然的話 跟以前我們使用習慣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那其實也可以理解 因為它是一個data frame 它其實不是一個試算表 所以概念跟esale還是不同 雖然說 它裡面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其實就是一個 沒有介面的esale版本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專門有一本書 厚厚的一本 專門都是介紹 這個所謂的data frame 怎麼使用 其實可以理解 以前我們用esale 這個都是看得到的 點一下哪些功能出現 但是呢 panda的時候 就剛好改成什麼 看不到介面的操作 所有東西呢 都要用程式來解決 不過相對難很多 不過後面我們會 把比較重要的功能 跟各位講一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 剛剛講到的這個部分 就是 這個是在我們 安裝的部分 其實我也把它補到 雲端白板上面 就是在27頁的地方 然後語法在這裡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語法複製貼 那其他的話 如果要讀取的話 在這裡 readesale 也可以喔 如果以後你要把esale的檔案 讀到什麼呢 讀到這個python裡面用的話 那就read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read的話 又另外一個問題出現 因為它又要安裝另外一個模組 不過沒關係 再裝就好了 這個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OK 好 那請各位試試 底下有一些 data frame的官方完整說明 如果你要完全了解它怎麼用 其實我老建議你乾脆看官方的就好 坊間的書籍 其實也是從官方的這個手冊 去把它做成相關的sample 只是說因為實在太多了 有興趣的東西可以稍微自己看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剛剛有 要把它轉成esale的話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把它變成data frame 也就是說 如果我要把剛剛台銀的匯率 五個欄位 要把它存成esale的話 那道理也是一樣 我需要產生 把剛剛產生的那些東西 那你要拆解 把剛剛輸出的東西 拆解出三個東西 然後產生一個data frame 才可以用data frame的物件 所以如果要把台銀匯率的資料 直接存成esale的話 那你就思考一下 如何把剛剛的台銀匯率那些資料 再輸出成三個資料 要拆解 不過這個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那沒辦法 我們第三個單元也會一定要講到這裡 所以我預先正面把它搭進來了 我覺得這樣可能題目比較活一點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想一下 把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範例有沒有 怎麼樣再結合到 我們剛剛的這個地方 台銀匯率裡面去 試試看 這裡的話 這個就不能 如果有high的 這個就不能用了 OK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 class name 裡面假設有名稱的話 可能要改一下 就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 想要改一下 然後我們先走 那麽 我們先來 我們先好好 我們先啊 這個要求 我們先 我們先幫我們